我们现在来介绍切平面 切平面方程式的算法 各位同学要知道什么是切平面呢 在三度空间来说 它的话的切 这个是相切的部分的状况的话呢 它是一个平面来切 这里让我们回忆一下 我们在单变数函数的时候 是切线 这是一个曲线 然后我们的微分 就是指的是什么呢 是它的切线的斜率 算法各位同学应该在前面都很清楚了 那么我们来看看切平面的状况 来我们看看下一个图 下一个图的话 这是一个曲面的话 那我们的切平面 只有一个点跟它交界 各位同学要知道 切平面的方程式要怎么算呢 我们平面方程式的灵魂在哪里 它需要一个定点 我们还需要一个最重要的 叫做法向量 那么如何去算那个法向量呢 我们来看看下一个图 现在我们来看 假设这是一个曲面 在AB的这一点 它的法向量是怎么算呢 它的法向量的话 我们从这个地方的角度 从Y固定的时候 假设Y fix固定 它就是表示我们在XZ的这个地方 切下来 那各位同学要知道 如果说是一个曲面的话 在这个地方一切下去 它就是一个曲线 这个曲线是在Y固定的情况之下 Y是数字的情况之下 那么我们的切线 这个切线的斜率是怎么算呢 来我们看看这是一个三角形 来我们把它放大一下 现在来看 切线的斜率就是对X来偏为分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斜率是什么意思呢 是Z比上这个地方是X 所以的话 这个地方我们来想想看 现在我们需要的是什么 是这个的向量 我们现在不再需要的斜率了 因为我们准备要用的是向量的部分 那么这个向量是怎么写呢 这个的话是 这个切线的 这个是切向量 它的写法的话呢 是这个方向 X的方向是1 Y是固定的 它是0 Z的地方是F 对X来偏为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图 下一个图是往X来这个地方切下去 往X地方切下去的话呢 这个地方就 这边的切线的斜率 就变成这个方向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这个三角形的放大图 这个方向是这样子的 这边Y的这个地方的话呢 跟这个 这个是对Y来偏为 这个的斜线的斜率的话呢 是F对于Y来偏为 它的比率是1 这个是FY比上1 那么我们来想想看第二个 第二个呢 它的切线的向量是 Y的方向是1 X的地方是0 Z的地方是FY 那这个地方假设 刚刚的这条图 这个方向的切线的向量 这叫做Alpha 这叫做Beta好了 来我们来看一看下一个图 下一个图 我们这个向量跟这个向量 它都是切线 那么我们可以发现 这两个的公垂向量 就是Cross出来的结果 就是这个切平面的法向量 所以我们把Cross算出来 那各位同学知道 如何算Cross呢 我们这样写 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写法 E 0 FX 超一遍 E 0 FX 这是01FY 这边是01FY 01FY 去两头 打三个XX 得到什么结果 这边是 负FX 这边是负FY 这是1 这就是我们切平面的法向量 来我们来看看 我们把这个图的话 换了比较干净的图 来我们看这个方向 就是负FX 负FY1 那各位同学想一想 这是什么 让我们回忆一下 这就是我们的gradient的方向 这就是gradient 这个地方我们假设是写成Z 等于FXY 那么对Z来偏微的话 这是1 没错 所以各位同学的话 我们其实我们的切平面的法向量 我们就可以把它直接把它写成 gradientF就对了 这个地方 这叫做一般的写法 如果我们把它写成XYZ 等于C 那么写法的话 这个就是gradient 就是所谓的切平面的法向量 有了切平面的法向量之后 我们再加上一个定点 就可以算出我们的切平面的方程式了 那我们来看看下面的一个立题 那同学就会比较清楚了 我们来看看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我们要算切平面的方程式 这是一个三度空间上面的一个曲面 在点121上面的切平面的方程式 那么我们怎么做呢 要看切平面 首先第一个要件 定点有了 我们只差什么呢 我们只差法向量 来我们来看一下法向量的算法 首先把这个写成我们习惯的写法好了 这个地方是X平方加上Y平方加上Z等于6 这是我们的曲面 现在我们把他的gradient 这是F gradientF 这是F 我们这边的话就心里想好了 这是大F 这等于什么呢 来我们看看 对X偏为2X 对Y偏为2Y 对Z偏为1 就是看起来这是一个方程式 可是来说的话 这有未知数在里面 我们要把121带进去 那么这个地方答案是多少呢 121带进去 这边的个向量是2 Y是4 Z的方向仍然是1 241 这是我们的平面上面的法向量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定点是什么 121 向量是241 那么XY呢 怎么做呢 XYZ怎么做 我们要知道 这上面平面上每一个点 每一个点 跟他的 跟这个定点 所成的向量 都是跟这个法向量是垂直的 于是我们就写了 平面方程式是怎么写的 它是用一个内积的方式写法 就是241 dot X减掉定点1 Y减掉2 Z减掉1 Z减掉1 Dot等于0 Dot等于0 我们把它拆开来 Dot怎么算的 头乘头 中乘中 尾乘尾 加起来 所以是 2X 减2 这个呢 乘下去 加上4Y减8 再过来 Z减1 等于0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切平面的方程式 那我整理一下 我写出来是变成了2X 加上4Y 加上Z 看看等于多少 这个移过去 这是2 这是8 就是10 就是等于11 这就是我们切平面方程式的求法的立体 字幕志愿者 杨核 字幕志愿者 杨核 字幕志愿者 杨核